大家好,现在进入5月,温度也越来越高 那么在这个阶段,菌子蓝生长速度会非常快 会长出比较多的新叶出来 那么这个时候大家也别高兴的太早 如果你有一点没有做好了 可能会导致你的菌子蓝叶片长残 那么是哪一点呢? 这一点就是要做好降温处理 为什么呢? 因为温度如果高于25度以上 菌子蓝是特别容易涂涨的 菌子蓝一旦涂涨叶片就很容易涨残 特别是涨出的这些新叶会又细又长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鸡舌叶 那么应该怎么做好降温处理呢? 然后做好降温处理 首先我们要把这个菌子蓝先移到一个通风环境非常好的地方 这个时候通风环境好可以起到一定的降温效果 然后也不要给它强光曝晒 强光曝晒会使养护环境的温度升高 而且还容易灼伤菌子蓝的叶片 第三点就是我们要给它经常喷洒水物来增加湿度 也可以起到这个降温的效果 因为我们喷水物的话 这个水是可以起到降温的 不管是叶片还是盆土周围都可以喷一喷 如果大家家里有这个盆 可以在这个盆里面给它装点水 然后放两块木块把它放上去 垫高把这个菌子蓝放下去 也可以有效的降低这个养护环境温度 我们在现在温度高的时候 把温度降低到25度以下 那么这件菌子蓝不仅生长旺盛 这个叶片也能够长得又宽又厚 不容易出现长残的现象 好了本期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